張劍仁在年前成為吳千宇和拍天藍的師妹之後 雖然遇上疫情 但仍然演出了四套電影 繼去年的賀水電影《家要起事》2020之後 Candy在疫情之下仍然連拍三部電影 她亦都覺得自己很好運 今年也有拍了健身舞 都可以跟她拍照 另外有一套是和鄭嘉惟和打斗 一起拍攝 那個就是粉身 可能是黑暗的一些關於感情的戲 講到G風部和古天樂和孫瑞演對手戲 她就相當難忘了 G風部裏面就是演一個 炸彈去炸古山的一個女生 很害怕 古山的氣場很厲害 所以我已經是戰戰兢兢的 但她也很關心 她幫我檢查炸彈在哪裏 我會中槍 又會打地 因為我第一次做一些動作的戲 那時候也不太少就力 其實那時候也會有點流生頸 但不太少就力 你要自己就著力 你打落地的時候要帶點護膝 她也有提點 而至於和鄭嘉惟合作拍粉身 Candy更加被人迷倒 她是酷一點的 她是酷一點的 她也有 但也有聊聊 還有她 她是一個 你一看著她的眼睛 她真的好像電眼那些 有時候我都會看一看 我都會想想 剛才我對白分喜歡哪裏 即是會攝一攝 而和兩部戲的女主角 酸圈和Dada合作 Candy也有得著 兩個人都有和她分享 美食和運動的心得 酸圈更加對她相當照顧 她還跟我開心 分享去哪裏吃吉列豬扒 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真的要去試 那間吉列豬扒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真的有跟著她去試 變成什麼都會談 而且她是很nice 她也是又告訴我 傻女不可以這樣搭到Dada 你過了幾年你就知道了 當我不想拍戲的時候 我會看著她們 偷下線 看到她們拍到這麼緊湊 感覺 是很好的經驗 而踏入新年 Candy最想的就是一家團聚 例如我媽媽也是外國 現在旁邊了 都會很想去探望她 或者很想媽媽 和我小孩 一家人 那我和爸爸就在香港 那變成了有點雙隔兩尼 變成了 新年 今年第一年 可能都是要透過視像 去 我們有視像性團練版 可能又不是很久 一年左右 在工作方面 Candy就想參與多一些網上的節目 以及想挑戰拍戲劇 跟製作媒體也有說過 不如試一下網上的節目 是關於女性 一些女性有興趣的東西 可能是化妝 打扮 穿衣 吃東西 各方面都希望是 包括了 然後就會想到一個輕鬆開心一點的生活 是啊 不是很資訊性 整件事 即是分享形式 對 分享形式 即是大家和女性朋友一起去 開心分享一下 我希望做的 無論是一些節目 也好 我是希望會開心一點 我是希望有一點 能力 開心帶給大家 所以我就想 不如挑戰一下 例如傻大姐 嘻嘻哈哈 我開心的 我也很想 嗯 這個真的很重要 但今年是特別想 很強的 很強的 因為看到 原來大陸被歡樂大家 其實 原來大家是可以開心的 嗯 所以今天就很想 這件事 很強的